大家好,我是OOPS的猴之衣,你们可以叫我猴子 欢迎收看这一期OOPS的Way of Dressing 传道兽 耶 无论你是一只炒狗还是一只土狗 或许可能只是猴子我的严狗 肯定都有过穿着连帽威衣的经历 连帽威衣作为这个世界上普及度最高的服饰单品之一 如何把人手一件的卫衣穿出特色 早就已经是避不开的话题了 相信大家跟猴子我一样 从初秋到深冬的穿搭造型中 都会有连帽威衣的一席之地 这一视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在不同时节会如何进行威衣的搭配 一件连帽威衣想要搭配起来好看 威衣自身的实穿观感就不能太差 大多数朋友在日常穿搭中 首选的威衣款式应该就是大logo的印花款 再配上宽松的剪裁 猴子我个人感觉这是一项很符合大众审美 却又有点过于单调的选择吧 猴子这次视频示范的威衣来自威神 是一个诞生于1976年的美国街头品牌 威衣上面除了有一个标志性的品牌大logo刺绣以外 在两个袖口以及下摆位置的螺纹处 都有暗红色的条纹加持 让这些威衣就算单穿起来 也不会感觉太过于单调 如果让猴子我在初秋以连帽威衣展开搭配的示范 我会选择一件条纹衬衫进行打底 衬衫的衣领和下摆刚好能微微显露 层次感有所提升的同时 又不会像内搭白色的高领踢 显得自己的脖子贼短 而且还叠穿的有点过于刻意了 这个时候再加上上长下展的经典配置 切意试词的同时 却又不显作作的ZTBOY感也呼之欲出了 入冬了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连帽威衣作为内搭 外面再套上一件宽松的夹克外套 威衣和夹克的设计风格要尽量统一一点 比如说像猴子我这次搭配的外套和威衣 整体都是美式复古的风格 再加上夹克和威衣上面 又都有暗红色的颜色呼应 搭配在一起就会显得很融洽 实不相瞒 甲克套位衣也是猴子我冬季滑板的首选搭配方式 因为运动的时候穿脱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如果选对了款式 很有酷酷的街头味 细心的盐粉们可能已经发现了 这一视频猴子我穿着的滑板鞋有一点小特别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怎么见过这个logo Vision Streetwear 其实这双鞋子是美国街头品牌Vision 和日本滑板品牌 All Cypress的联名合作款RSTV Pro 从鞋名字后面带着的Pro就听出来了 这是一双地地道道的滑板实战鞋 这种小众的街头品牌的滑板鞋 就算不拿来滑板穿 我们买回家当一双日常搭配的帆布鞋 日常搭配的帆布鞋也完全不是问题 投资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滑手 也就是滑板玩家嘛 平常就喜欢穿的和大多数人与众不同 如果你也不想在大街上和别人尴尬撞衫撞板鞋 Vision的许多衣服鞋款确实还蛮出彩的 可以去搜寻着看一看 好了这期卫衣穿搭咱们就先聊这么多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内容的话 别忘了时刻观众这个带你探究与发现 探杂友们糟糕生活中的美好商品的频道 俄普斯 我是侯之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哎呀 拜拜 responde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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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